关于青年失业率,我想可以用一个计划外指标可以掌握,对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图书馆指数。 早上八点,国内各地城市图书馆门口的景象会给出第一手数据。 图书馆早上排的队有多长,半小时后进图书馆里面看看还有没有空位, 就可以了解青年失业率是在恶化还是向好,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是失业人员, 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的,要么对求职失去信心准备考工的, 要么是考雅思出国的,甚至还有失业后,瞒着老婆说出来上班的, 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压力太大,选择进入图书馆, 一是可以复习,二是也能避试。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免费的图书馆取代星巴克咖啡, 成为越来越多失业人员的避难所。 图书馆指数也被网友戏称,在中共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情况下, 成为目前观察中国失业率的风向标。 广州图书馆也太适合我这种失业穷人假装去上班了吧, 林园喝水充电上厕所,九层楼的书免费看,不用去星巴克了。 广州失业的人都在哪里?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广州图书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 今天是工作日,整个图书馆却非常多的人,基本上一味难求。 认真观察你会发现,除了带孩子的学习备考的人群, 还有很多中年人,他们或看书或休息, 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失业人群, 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又不想家人焦虑, 所以每天像上班一样在这里。 和星巴克坐着的都是失业人士一样的道理, 而这就是现在广州失业人的现状。 2023年7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来到创纪录的21.3%, 随后官方以优化统计方法为由, 8月起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 然而,这些失业青年虽然没有出现在统计数据里, 却会出现在图书馆里。 根据网上多个影片显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许多城市的图书馆, 即使是工作日也天天爆满,坐无虚席。 里面挤满了失业的青年人和中年人, 很多人失业后不想在家里待着, 怕家人担忧,只好背个电脑去图书馆, 假装上班,每天早来晚走,就像上班族一样, 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薪酬。 一名网友评论, 当星巴克里挤满了失业的中年人的时候, 至少说明他们还是有点底子的, 还能付得起一杯咖啡的钱。 当公共图书馆里挤满了失业的中年人的时候, 那问题就大了。 我的几位猎头朋友都说, 其实情况比这些还严重, 上海图书馆工作日天天爆满, 都是恍惚的失业人。 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 中国2023年的就业市场极度严峻, 年轻人毕业及失业, 一年换好几个工作是正常现象。 你们感信, 我又没有工作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天老板跟我们说, 设计部就要解散了, 原因是因为店铺业绩不好, 卖不出去, 所以不需要我们了, 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人, 包括主管全部都要走。 老板也一直在哭, 说对不起我们,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种情况, 我们也只能说没事, 让他加油撑下去。 老板不容易, 我们也不容易呀, 拿着试用期的工资, 天天加班加点, 做完了到现在, 是不需要我们了, 就一脚踢开。 现在协商好的是说, 让我们15号走, 因为现在手上还有一个款式要上架, 上架完了就该走了。 我就想说, 现在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太难了吧, 这会儿刚好是我来深圳的一年, 一共有过三份工作, 但是都没有拿过一分转正的工资, 我累了, 反正这破工作我目前是不会再找了。 真的是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我又失业了, 2023年迎来了我第四次失业, 这一次上班五天就没有工作了, 昨天下午4点58分我还在外面呢, 老板就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其实我看到这条语音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不妙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就点开来看, 老板就说, 小李综合考虑, 他还是想要找一个单休的员工, 他这边就叫我今天就不用来了, 然后他会再重新招人, 12月9号10号我是需要考试的, 我已经明跟他讲了, 我说我考完试毕业完就可以单休了, 他也说同意了, 其实也是挺支持公司里面的员工去提升自己, 昨天他又突然就给我发消息说他不同意了。 2023年12月15日, 中国官方公布统计数字显示, 2023年11月, 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 宣称是2021年12月以来最低, 但这个数字没人愿意相信, 因为这个统计不包含中国大部分农村人口, 也没算尽非全职工作者, 官方声称, 只要每周有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人口。 上海现在找工作是真的太离谱了, 一个工资6000左右的岗位, 6、7个人竞争, 而且学历还都不差, 有时候很感慨, 如果换到现在的市场找工作, 还真不一定有优势, 目前的形势, 普通人能做的也就是保持学习, 谁也不知道后面又是什么情况。 有人说, 这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太多了, 满地都是, 但是, 根据2020年的普查数据, 全国不含港澳的大学生人口比例, 仅占15.5%左右。 又有人评论, 大学生失业率高, 是因为越来越难脱下长山, 意思是无法放下身段, 做些比较劳动阶级的工作, 这又被许多网友打脸, 说那么多大学生和硕士去跑外卖, 当网约车司机, 这不算放下身段吗? 2023年12月31号, 早上8点半, 洛江球场全是人, 全是人, 今天格外热闹啊, 都出来了。 早上9点多, 招工市场好多人啊, 感觉比前几天的人还要多啊, 看一下那下面, 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找事的。 现在连大学生都开始出来送外卖了, 今年就业环境真的是太卷了, 一千多万的大学生都嫌多, 然后一千多万的新生儿又嫌少, 今天碰到有六个大学生都出来送外卖了, 都是今年刚毕业的, 也全部都是00后, 我真的是太无语了, 我知道这些环境一直都不好,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不好, 以前5000块可以招一个农民工, 现在5000块可以招一个大学生, 现在是农民工的工资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外卖员的工资还没涨上去, 这个行业真的是已经卷到卷无可卷的地步了。 有网友评论, 现在中国社会有个诡异的现象, 学区房越炒越贵, 可是大学生却越来越不值钱, 这几年贬值最快的不是房子, 而是文凭, 现代的父母挤破头抢学区房, 可是十年后, 自己的孩子连自己能不能养活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中共教育部表示, 将在2024年毕业的中国高校大学生 有1179万人, 比今年又增加21万人, 未来青年失业问题肯定将持续恶化。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经济学者刘元春就指出, 青年失业问题不单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 而是系统性的问题、 趋势性的问题。 今后, 青年失业问题可能会持续10年, 短期内会不断加剧, 倘若处理不当, 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 其他社会问题, 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线。 最近, 在中国年轻人之间出现一个新名词, 他们自称45度青年, 如果躺平是零度, 极端内卷是90度, 那么躺平还是内卷间, 反复寻找立足点就是45度, 他们以此来形容自己目前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窘境。 面对恶劣的大环境, 近年中国青年的抑郁状况更加严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在2023年2月发表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 报告显示青年是陷入忧郁的高风险族群, 尤其18岁至24岁年龄组的忧郁风险, 仅筛减达24.1%,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25岁至34岁年龄组约12.3%, 也明显高于3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 青年面临毕业及失业的烦恼, 中年人则更悲惨, 面对大规模裁员潮却无能为力, 家庭经济重担都在身上, 不敢躺平也无法躺平。 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因为我失业了, 前两天刚办完离职手续, 结束了我为期三年的职业生涯, 都说2023年会很难, 各个公司都在裁人, 最终我也没能逃得过。 回想起来, 前几天还是正常早起, 坐地铁上班, 午饭也是正常点外卖, 然后下午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 说要把我的薪水降到3000, 说白了就是变相逼我离职, 刚好压在33岁的线上, 孩子才一岁多, 就要开始面临没有收入的日子, 每个月固定的房贷、车贷、 水电物业、吃喝拉撒, 还有欠马云的钱, 活着的每一天都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没有了收入, 心里真的很慌, 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很大, 以前在公司负责短视频运营, 都是年纪大了熬不了业, 而且我带出来的新人, 明显比我更有培养潜力, 我终于还是被裁了, 这个就是现实。 2023年最后一个月, 我又失业了, 今天用了一个小时 办理好交接和离职手续, 虽然已经经历过一次裁员浪潮, 但再次失业, 还是有些小失落。 今天早上, 我还像往常一样打卡上班, 丝毫没有意识到公司将再次整合。 上午10点半, 被领导叫到办公室约谈, 领导先表达了歉意, 由于大环境不好, 这一年多公司业绩不断下滑, 几次调整业务方向都不成功, 导致我们的薪资也都在不断地下降。 现在不得不进行部门整合, 我被合并到了别的组, 薪资虽然没有下降, 但要求5点半下班后, 在家办公保证到晚上9点, 面对不断下调的薪资 和不断上涨的工作时长, 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辞职了。 打电话问了一下媳妇的意见, 她觉得虽然公司有难处, 但现在的工资和薪资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她支持我的想法, 我从事的是互联网医疗行业, 这一年多以来大环境一直不好, 我们的薪资也在不断地下降, 半年前还从双休日调整为周末单休, 这期间就有一部分同事主动离职了, 公司也省了一部分裁员补偿。 下午1点, 我找领导说我要辞职, 领导表示理解我的决定, 还说以后公司业务好转了, 欢迎我们再回来。 大概一个小时, 我的离职手续就办好了, 收拾一下个人物品, 该留的留, 该扔的扔, 两点多最后一次打卡就可以回家了, 这是我工作生涯中第一次裸辞, 我也没有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安排, 但想到每个月的房贷和家庭开销, 我还是要积极地面对。 2023年真的是失业集中爆发的一年, 这不, H&R本人也失业四个多月了, 今天终于有个面试, 我就屁颠屁颠去面试了, 心想单休就单休, 加班就加班, 毕竟我兜都比脸干净, 上班挣钱是我唯一的信念, 起码年前还能挣点窝囊费。 年底了, 我们公司又有一波新的裁员要开始了, 前两天跟朋友聊天, 听说他们公司元旦以后要裁50%的人, 但是名单还没有公布, 我们公司元旦以后大概要裁30%, 今年的就业行情太差了, 即使奋力一搏, 想要再找工作, 却又被挡在35岁的就业玻璃门之外。 有名网友拍摄视频表示, 先生40岁, 中年失业, 找工作找了一年多, 履历修修改改, 就是没有消息, 连通电话都没有, 家有房贷每月1万元, 现在存款已经用完, 只剩下三条路可选, 创业卖鸡蛋灌饼, 跑外卖, 去亲戚家重新学习IT运营。 我今天面试了三家公司, 真的有被刺激到, 我跟你们讲, 33岁就已经算是高龄了, HR小姐姐当着我的面讲, 她说怕你年纪大, 熬不了夜, 我们不敢要, 真的我一口老血, 我差点就嗝了, 我这都还没年轻呢, 怎么就老了呢? 后来二面的总监跟我说, 她说如果不是熟人介绍的话, 以我现在33岁的年龄啊, 我们看都不会看, 更不要提来面试了,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30岁就已经到了人生终点了吗? 人生的开始不应该是30岁吗? 唉, 面对越来越难找到的政治工作, 时间自由门槛低的网约车司机, 成为许多失业人的退路, 如今在中国, 找不到工作就去跑滴滴, 不再是一句笑话, 中国最大轿车软体滴滴出行统计, 从2021年3月到2023年3月, 年活跃司机人数从1300万增至1900万, 增幅43%, 可是由于经济不景气, 消费降级, 搭乘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少, 根据滴滴出行的数据, 2021年到2023年, 活跃用户仅从3.8亿增至4.1亿, 增幅不到一成, 表示网约车市场已经功过于求, 司机收入早就大不如前, 上海司机以往日收入最高可达人民币1800元, 现在一天才600元左右。 有司机表示, 试过开了18个小时才赚到600元, 几乎是没吃饭没睡觉没洗脸, 厕所都没得上。 不仅如此, 网约车司机还得应付平台租车费和抽成, 有司机为了省钱, 睡在车上长达5个月。 一名在上海坐网约车的司机说, 车是租来的每天350块, 要开8小时才能还清, 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收入。 为了省钱, 他必须把车当成家, 每日收工后找个充电站, 趁充电期间在车上睡几个小时, 凌晨2点收工, 睡到8点半开工, 一天有15个小时在路上跑, 一天大约可赚400多。 他说, 很多网约车司机都跟他一样, 完全没有休息日, 除了生病, 几乎每天都开车。 在甘肃兰州从事网约车租赁生意的王先生说, 今年3、4月开始, 有不少从事餐饮和其他行业的小业主, 入职他的公司, 开网约车, 年龄都是35到43岁之间居多, 应该是生意不好, 收摊了, 在家又没事干, 干脆来跑车。 根据彭博社在近日汇总中国在线招聘平台 智联招聘的数据, 归纳出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38个主要城市的企业 为新员工提供的平均工资, 比一年前下降了1.3%, 降至10420元, 这也是中国连续第三个季度的薪资下降。 这个数据凸显了中国经济 在2024年将面临更高风险的通货紧缩, 黯淡的就业市场也会导致民众缩减开支, 为疫情三年间快速衰退的消费力 带来更大的压力。 中国经济学者王军表示, 现在中国经济跟国外正好是逆向, 这个不是什么好征兆, 欧美这些主要的世界经济体都是属于通货膨胀, 它们在不断提高利率, 中国现在在降低利率, 属于通货紧缩,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经济衰退。 王军说, 三年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 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中国经济可能都难以恢复元气。